4月14日 为抗击新冠肺炎 远赴湖北武汉新疆第二批医疗队 结束28天隔离 离开酒店与家人团聚 曾在武汉方舱医院带领患者跳新疆舞的大白 巴哈鼓励脱了横 在机场送别了其他地中的同伴后 便匆匆赶回家中 刚刚下去 巴哈鼓励脱了横 就看到了等待许久的家人 朋友 邻居和社区的工作人员 新人们身着平时节日才穿的盛装 长辈将空中抛擦卡绣以表示祝福 大家还在一起跳起了哈萨克组舞蹈黑走马 巴哈鼓励脱了横的母亲金花君马德勒告诉记者 巴哈鼓励脱了横的父亲托了横普斯曼 曾在武汉当过空降兵 对武汉有着深厚的感情 当得知女儿要前往当时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武汉时 她和丈夫虽然很担心 但是还是支持女儿的决定 她那会儿就来了好多电话 然后她就急急忙忙拿上行李就走了 走了以后我们在17楼 看着她走的背影当时特别的担心 金花君马德勒看到孩子平安回来非常开心 她在家准备了巴哈鼓励最爱吃的肉馅饺子 准备给她补上错过的年夜饭 女儿在武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很担心 但是她回来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 完成组织交办的工作任务回到家了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挺好的 心里特别的高兴 我们准备的咱们哈萨克组的手抓肉 抓饭 她喜欢吃饺子 饺子荤的素的 我都给她包了 因为春节她不在嘛 每年春节我们都要包饺子 一块吃年夜饭 我们都在做 今年春节不在嘛 然后这些我想都给她补上吧 这样子 据了解 原本3月31日新疆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102名队员可以离开集中隔离点 前往自己的家 大伙还未庆祝喜训 新的指令来了 以抗疫大举为重 第二批医疗队员继续流关 目前新疆第二批赴武汉医疗队团体成员核酸检测后 所有成员均收到了解除隔离医学观察通知单 我希望大家永远就摘掉口罩 永远再不要穿防护服 永远再不要以支援者的身份 再去我们美丽的武汉 我希望我们的武汉不再有病痛 希望我们的祖国再不再有病痛 我希望大家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